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带着大家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2年8月31号 这期咱们聊一聊一中天老师 最近网上传出来一中天老师作品被下架 当然了同时还有一些老师也是作品被下架 其中有个叫龙印台的 因为这个人名声大 咱还知道 还有几个什么其他的作家 咱就不太了解了 总之就是一中天等几个老师作品下架 这么个事情 在网上议论也比较热烈 我看了一眼 基本情况我也了解了一些 实际上是山东还有江苏 就是部分地方的教育局下发了一个通知 要求老师在推荐课外阅读里面 把一中天某些作品 这个叫什么中华史什么之类的 总之一中天的几本书 还有一些其他作者的书 要从推荐名单里要拿掉 而且有的教育局 还要求老师敦促家长 家里也得检查 不能有这些书 那感觉好像这些书 不仅是不让看 最好是把它烧掉 粉书嘛 给人感觉情况很严重 这个书的危害比较大 这个事情应该被证实了 因为有被封杀的 或者作品下架的这些作家 自己发微博 证实了 有的作家还指责当地的教育局 说他们滥用公权力 没有资格管人家家长或者是这些学生 看什么库外书等等吧 那至少说明所谓的这些作家的作品被封杀 被下架 这真有其事 但是我在北京 我好像没有接到这通知 或许过几天也会收到 也未必 但是暂时现在没有收到 就这个事情呢 我也来谈一谈 首先一个 我呢 不是给教育局洗地 大家要从多角度去理解和看待这个事情 不能一说封杀 那就绝对不对 举个简单的例子 本人躺平书就被油管封杀过 一周禁言 大家都知道吧 那你不能埋怨油管了 因为我犯了油管的忌讳 被油管封杀 咱也得认 心平气和 心甘情愿 我不能指责油管 你这不对 我现在知道油管底线在哪 咱就不过这底线 你就完了吗 我这举个例子 大家就知道 不能一说封杀 就是那个封杀的一方不对 滥用权力 所以咱们还是要从事情的本身 更客观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 首先一个 这个易中天老师 我还是很熟的 不是对他人熟 对他的作品 还是看过一些的 龙英台老师呢 我就不知道了 我只知道这个人 这个名字 他的书 他的演讲 他的讲话 我从来都没看过 所以我也不做点评 其他人就更不点评了 名字都没见过 所以咱们这一期主要讲 易中天老师 易中天老师啊 应该是200几年 05年 应该那个前后 央视不搞百家讲堂吗 应该是前几期啊 那时候央视的百家讲堂 是正火的时候 我每天回来都要看这个百家讲堂 正好是易中天老师 讲什么 讲的内容我都不记得 讲的是历史吧 讲的什么汉朝啊 从那个时候 我知道有一中天这个人 然后呢 后面我还看过一中天 很多论坛的这个演讲啊 比如他讲什么长宗啊 还讲什么中国历史 什么一堆的啊 但是我没有买过一中天的书 一本都没买过 没有看过他的书 一中天他也有微博 也有社交账号 但是他很少说话 正因为他很少说话呀 很少发微博 所以网上全是一中天的话 你比如说啊 成功是99%的汉水 加1%的灵感 易中天 总之你把什么话 后面加个易中天 这就是易中天说的啊 这原来他是谁说的 不重要 后来易中天本人也无可奈何 苦笑的吧 是出来辟谣 说我真的没说过这些话 不要把什么都安到我头上 但是易中天还说过啊 他说贫穷和愚昧 是人类的原罪 大概这个意思吧 是原罪还是说是罪恶 我觉得他这个话 说的特别有道理 不知道自己承认不承认 贫穷和愚昧啊 是人类的原罪 易中天老师给我的感觉呢 非常诙谐 这个人呢 适合当老师 如果他要上课的话 估计打瞌睡的人 学人就少多了 因为他讲的很风趣 很生动啊 但是说实话啊 因为我没看过 易中天老师的这个作品 他的书 我只听过他的讲座 对吧 北家讲坛 类似这种 所以我不知道易中天老师作品 他到底有什么思想性 或者给我有什么启发 他更多的像是 一个种快餐 对吧 看完了 一笑 或者是一放松 似乎好像知道了一些什么东西 但是时间一长 又全忘了 就没有什么太深深刻的 什么思想性 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啊 并不是说他的作品就是这样 每个人读易中天老师的作品 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然后很多人就说易中天老师啊 是公知 什么历史书无主义 等等 也有批评他的 我觉得批评呢 很多都是言过其实吧 所以说你要说易中天是作家 似乎好像也不太对 那你说易中天是老师 是教授 他是 但人家退休了 所以本质上易中天老师 他还是网络红人 叫网红 比较贴切一点 这是我个人认为的啊 但是我觉得网红这个 贴到易中天老师身上 不是贬义的意思 易中天 他习惯是哪里我不清楚 但是他是武汉人 所以他也有湖北人那种 快人快语啊 嘴很厉害 湖北人不就是嘴厉害吗 就是那个刀字嘴啊 豆腐心啊 天上九头鸟 地上湖北老 那么易中天老师 他肯定写了很多作品啊 出版了很多书 然后他都是用他的 诙谐的语言啊 趣味解读历史 或者是论语对吧 这些典故 其实也蛮生动的 容易让没读过的人 能去接受 而且不太容易起那种反感 和那种反效果 因为说实话 尤其是那种青少年 他本身就特别容易逆反 很多说他读不进去 但是易中天呢 他解读之后呢 对吧 他那些演讲啊 论坛啊 或者他出版那书啊 虽然我没看过 但是我感觉 他用他演讲的那些 那些稿子 他不就真理成书籍了吗 他是口语化的表达 比较生动 这些逆反 其实青少年呢 比较容易接受 这是我个人观点 说了这么多 我这对易中天老师啊 还是没有什么反感的 你要闲得无聊了 听听易中天老师的 这些讲的论语啊 讲的什么孔子啊 那些长宗啊 节节梦 打发时间 消磨时间 其实也挺好的 就像听郭德干的相声一样 如果你非要说 从里面找一些思想性 找什么启发性 让自己提升一个层次 这种可能就各有各的意见了 那么从这次 易中天老师的作品 被下架 被部分教育局 或者是所有的教育局 统一下架 只是有的教育局先执行 有的教育局可能还没来得及通知 对吧 就不排除这种可能呢 或者是教育部门 对吧 他有个精神 并没有指明到信 要封杀谁 只是给了个精神 那么各地教育局开始执行的时候 他就层层加码呀 他在那研究啊 这个这条套上了这个易中天老师 那就把易中天老师作品拿出来下架 具体情况 咱们还往后观察 但是我想啊 为什么说 视频的开头我就说了 不是在给教育局洗地 因为这次易中天老师作品下架 涉及到中小学生 我在有一期视频里已经说过了 中小学生 它是个特殊纯体 它不是成人 就像这块雪糕刺客 文具刺客一样的 你说你明码标价了 但是你售卖的都现在是小学生 那你就是明码标价了 可能还不够 道理是一样的 那你所有的读物 你的内容 只要是面向中小学生的 给他们看的 那这个和给成人看的就不一样 那教育局 教育部门 下架易中天老师的作品 那就一定有它的原因 我还是以油管为例啊 你看 我做任何视频 任何内容 我上传的时候 油管都会问我 你这个作品是不是面向儿童的 我就干脆给它勾掉了 我就不给儿童看 这样 它的审查是按成人的那个去审查 如果你要是勾上的 说是儿童也看 那它就按儿童的那个标准 给你审查 我就没试过啊 因为我很怕麻烦 我估计我要是勾上的这个面向儿童的 它里面很多词啊 有些视频图片 它就不让你放 那有的词肯定就不让你用 你看 这是油管干的 那如果易中天老师这个作品 它是面向青少年 面向儿童的 对吧 那它也得符合青少年 儿童当前的一些心理状况 它适合他们看 你看 因为我看过易中天的讲座比较多 易中天老师 为什么就是他讲座大家爱听呢 因为他非常诙谐 他就用口语俗语啊 日常生活中的语言 来讲那些很多复杂的故事 晦涩难懂的故事 你比如说这个易中天老师 他老讲 憨高祖刘邦 啥也不会 就会喝酒泡牛 憨高祖的两会 那就是会喝酒会泡牛 等等吧 就是很诙谐 大家听的挺有意思 但是你这种话 如果出版了 面向小学生 或者面向初中生 那初中生现在正是懵懵懂懂 对吧 这个情度初开啊 他接触的读物 全是这玩意 什么泡牛 这个不利于青少年成长 如果易中天老师 他就要立志于 把我的作品 要推向中小学生 那你就得改 这没办法 如果你在这块没改 那因为这个帮你下架 你没得说 不能怪教育局 因为孩子是特殊存体 哪个国家都在保护 这个美帝对孩子的保护 可能更加完善的 这是从易中天老师作品这儿说起的 对吧 他如果作品 确实里面有内容 不适合小孩看 因为这个原因被下架 不冤 对吧 易中天老师估计本人也说不是个啥的 如果你想继续让小朋友 让青少年看 那你就把里面的很多词 得稍微改一改 但是如果因为其他的原因 封杀这些作品 说你这个作品啊 格调不高 对吧 或者你这作品 宣扬的是 跟原来的原意啊 已经大象征庭了 原意是想体现中华民族啊 优良传统美德 对吧 等等 但是你这个作品呢 被你这个一辉解 对吧 一用俗语一解释 感觉格调低了一截 不利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这种类似于从意识形态 从这个作品的这种格调上面 做手啊 说你不符合青少年看 我觉得这个就值得讨论 青少年不是培养意识形态的时候 青少年是培养兴趣的时候 如果一中天老师的书 让青少年产生兴趣 愿意读 通过读一中天老师的书 他愿意了解论语 愿意去了解什么史记 这不是好事吗 总比让这些青少年 这些学生 去干巴巴的去背那些名片 要强得多啊 因为他没兴趣啊 他不愿意背啊 那词我小时候就不愿意背 特别难懂啊 而且你根本不知道 那有什么用 没有兴趣 如果一中天通过他 他的语言 他的方式 能够让这些中小学生 愿意看史记 产生一个兴趣 这本身就是 非常有功德的一件事情 他就够了 如果孩子 小时候对史记 或者对什么 冷语 这些东西感兴趣 他可能从一中天 得到的是一个格调不高的 我是假设啊 格调不高 但是他只要产生兴趣了 他以后长大的 可能会重读的 他会有新的认识 所以我觉得 一中天老师 他的书 在培养学生的 阅读兴趣这一块 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所以你就不能要求他 必须要拔高 对吧 必须要掺高调 如果一中天老师 他所有的作品 也是无限拔高 掺高调 实际上就显得枯燥无味 起不到一个 培养孩子 阅读兴趣的 这么一个作用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一加之言 未必正确 所以说你教育系统 因为老师 这个什么 所谓的宣言的观点 不正确 或者格调不高 与传统文化 什么美德 不是十分的融洽 以这个为理由 把它下架 那我认为这个不可取 实际上 从阅读的角度来说 就允许不同的读者 就是不同的青少年 对同一个文章 同一个名著 有不同的看法 有不同的理解 一千个人眼中 有一千个汉莫雷特 不就这个意思吗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那么到现在为止 我在网上也会看了 你并没有说 要把一中天老师给封杀了 对吧 既没有说 把一中天老师 从教育系统里面 全部封杀掉 就是他所有的作品 所有的讲话 所有的视频都不能看 没有 好像只是点了他 某些作品 所以我认为 肯定是那个某些作品 犯了中小学生的 这些忌讳 但是很遗憾 他那些作品我没看过 究竟哪个 什么地方放的忌讳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会再去 看他那些书 实际上 以我对一中天 这个百家讲坛 还有他后来的 很多讲座 包括他在厦门大学 不是搞了好多讲座吗 我还听了中间的好几个 就是看视频的 我觉得一中天老师 如果写书的话 适合高中生看 不适合低年级的看 什么小学初中的 最次最次 也得初中的看 小学就别看了 这是我个人的感受 所以目前 并不是全网封杀 一中天老师 我也看了一下 一中天老师微博 正常的 一中天老师 他那些书 在什么书店 在那么单单网 都是正常的 在卖 只是个别教育局的行为 所以不宜过度解读 不代表 就要封杀一中天老师 不像那个什么 劣机艺人 一说封杀 他所有的作品都下架 所有的作品 这样他参演过的 所以说到这样 既然教育局 对吧 封杀 教育局呢 他有一定的职责 那么教育局 他来审查 也是天经地义 那么现在问题在哪呢 就是我认为 对于青少年读物这一块 就是课外读物这一块 我不知道全国 有没有一个标准 国家教委 有没有从这个 国家的层面 组织审查 实际上啊 可以肯定的是 审查绝对是有的 但是呢 他审查的方向不一样 他重点可能审查在 核心主义 家族观这一块 或者是其他的 对吧 然后呢 剩下的一块 他就基本上是 没有一个标准 比如说 面对中小学生的 这个语言这一块 到底网络语言 能不能用 这个阵音也比较大呀 因为网络语言 你要不用的话 也挺脱节的 有的事情呢 你用网络语言 这小孩子懂得更快 明白得更快 而且接受度更高 教育嘛 本身就是让人接受嘛 网络语言 它也是个工具呀 但是有的时候 网络语言 确实也比较这个俗 也不适合小孩 所以说这东西 那你觉得教维 你怎么界定这个事情 如果你不管吧 那大家网络语言全上了 一下就乱了 就像一中天老师 老用的抛妞这个词 其实抛妞 你的成年人 就无所谓呀 这种词很正常 但是如果用在 十来岁的小孩 总感觉格格不入嘛 所以这些 你怎么界定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 这个国家 教维 在这一块 应该有个标准 什么样的词能用 什么样的词不能用 用到什么程度 专门给少儿看 实际上我认为 我猜测 国外人家作家 都是分的 少儿作家 就是少儿作家 就专门给小孩写 就像咱们国家 那个郑元杰一样的 写童话大王 他就专门给少儿写 少儿读物 他就估计知道 什么地方 什么词能用 什么词不能用 什么词用了 过两年会把你下架的 我估计 他心里 有一根尺子在那 但是不是所有的作家 都能做到这一点 很多作家 你是主要面向成人的 结果呢 你是心血来潮 对吧 也去给 写些少儿读物 这个大家知道吗 写些少儿读物 估计要进了 这个推荐的 这个扣外读物书单 对吧 等等 那还是有钱赚的嘛 销量是有保证的嘛 你如果传向成人 那你这个销量 未必有保证的 未必能赚钱的 少儿读物是最赚钱的 对吧 你要进了教委的 这个扣外书 这个推荐的名单 那就意味着 销量就来了 意味着钱呢 而且价格还高啊 所以我估计啊 有很多作家 他就愿意 本来他是面向成年人的 写的作品 结果他也就写 少儿的 写科普啊 面向小孩子的 人不是万能的 给成人写 和给小孩子写 相当于跨界了 那个语言是不一样的 词也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啊 这个教育部门呢 当务之急 还真是要在这一块 要做好审查 实际上就做好规范 你不管谁 写少儿作品 面向小孩子的作品 你都得符合这个规范 你把规范定好了 大家都遵守 对吧 如果你违反了这个规范 你作品就出版不了 或者出版了 也封杀 不让小孩子去买 不让小孩子去看 这样这些作家 如果他犯了忌讳 被封杀了 作品下架 他也没有怨言 你规范在这儿 所以说来说去啊 我认为还是教委 教育部门失职 失责 因为你这块 就没有一个规范 或者是规范 非常宽泛 不够完善 你的重点可能是在意识形态那一块 俗话说是在洗脑那一块 真正该规范的地方 没有精力去规范 如果没有规范 你根据教育局的某些领导的个人标准 他就觉得这个词啊不对 你这个写法 不例如青少年看 你的作品里面多处都是这种 不例如青少年成长的 所以要把你下架 那被下架的这些作者 他肯定有意见的 你又没个标准 最后你就根据自己个人的喜好 把人家作品下架了 然后来一纸通知 这个谁能服呢 所以最后啊 就是一中天老师作品被下架这个事情 不值得去炒 也不值得扩大 我个人觉得啊 一中天老师 个人自己 可能也没有太多意见 可能会埋怨几句 第二个呢 所有面向青少年的这些作品 理应审查 第三个 说来说去 还是这个教育 这些教委 教育部门 管理上有漏洞 对青少年的保护不够 你比如说啊 有的青少年作家 他画的漫画 他的插图 你看明显的有 厌学 陶课 反抗家长 反抗老师 这些内容 还有一些 明显的让人感觉抑郁的 这些恐怕啊 都是不适合中小学生去看的 因为这些都是 阔外读物啊 孩子自己看 看完了之后 他是怎么想的 不利于孩子成长 所以说 你要是这样的内容 被封杀 也是亲里之中啊 说来说去啊 还是教育部门 要干人事 把自己的工作重点 重心 对吧 往这儿转移 刚才我在网上看到一条消息啊 这几天比较火的 这个甲评话的女儿 甲浅浅 对吧 她的新派诗吧 叫史尿体嘛 你说这种诗 能进少儿读物吗 能不能推荐给初中生看 我就主这样一个例子 如果有人啊 画漫画 或者是创作作品的时候 把甲浅浅的诗 引用了 放在里面 给这个青少年看 那这个作品 这个书应该不应该被封杀 应该不应该下架 所以这么一说 大家就明白了 甲浅浅的诗 成年人看没有问题的 好坏 那是个人的感受 水平高低 都是每个人 读者自己的感受 有人说他写的非常好 有人说他就是垃圾 这个不重要 但是不管 他这诗写的好还是垃圾 给青少年看 都不合适 那今天这个网上 这有一组数据啊 说陕西省 作协 就作家协会啊 一共是94个人 拿工资的 就是财政养着的 陕西省作家协会 94个人 一年是费用多少呢 2700多万 一年 陕西省要花2700多万 养着这94个人 这94个人 合着人均将近30万 这是国家 财政拿钱 养的 如果贾前俭 他也进了作协 他也拿这份钱 那我觉得这作协 可以解散嘛 要这样的作协干什么呢 把它变成个民间组织 他自负盈亏 自己赚钱 自己养自己 他爱写什么诗 写什么诗 只要他能卖得掉 只要有读者愿意看 只要有粉丝 愿意给他买单 这不就是好事吗 国家为什么要花钱呢 现在各地财政都紧张 都拿不出钱了 卖地也卖不了 结果你还花这么的钱 养着一批这样的作家 怪不得群众有意见 把它变成一个民间组织 自负盈亏 好 关于一中年老师 作品被封杀 被下架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供大家参考 好 这期节目 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一个日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